大東哥哥 你是大東哥哥 你不是隔壁的阿謝嗎 快上車 我載你衝回去 可是你沒有多戴一頂安全帽 沒關係啦 下一天誰管你有沒有戴安全帽 不行 我等爸爸來再好了 沒有安全帽是不能騎乘機車的 你很奇怪耶 少戴一次也不會怎樣 好吧 愛等你就自己等 我先回家囉 還好有戴安全帽 不然撞擊力那麼大 大東小命早沒了 阿線 還好你沒坐上大東哥哥的車 不然連你現在也躺在醫院呢 騎乘機車駕駛人及負載座人 要確實戴好安全帽 保障生命安全 一 安全帽因為乘坐機車用職安全帽 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 並於帽體貼有商品檢驗標示 二 帽體及相關配件必須齊全 並無毀損 鬆脫或變更之情勢 三 佩賴時安全帽應正面朝前 及位置正確 於二下細緊扣環 安全帽並應適合頭型 穩固戴在頭上 不致上下左右晃動 且不可遮蔽視線 我來了 這頂給你 先生 你這頂安全帽也太大了吧 我不想戴 會嗎 你看 粉紅色的 超可愛的 你正經一點啦 這樣很危險耶 安安 好啦好啦 我這區買一頂適合的給你嗎 安全帽對機車其實很重要你知道嗎 它可以保護頭部 萬一發生事故的時候 可以降低頭部的傷害 雖然它顏色鮮明 問題是它不好我的尺寸啊 這樣很危險耶 沒錯 安全帽一定要選購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 並貼有檢驗合格標示 或梅花型S產品安全標誌喔 而且啊 它的內層材質 必須具有西狀功能 將它拆掉喔 全罩式安全帽有最佳的保護功能 但視野必須足夠寬廣 以便駕駛人能充分搜尋道路上的訊息 而防風鏡可以阻擋強風、沙塵或蚊營 避免眼睛遭受干擾 如此 駕駛人才能專注的騎乘機車喔 配戴安全帽時 因正面朝前 角度不可太低 以免遮蔽了視線 細緊扣環後 側下應該剛好能讓一根手指 穿過帽帶與下顎之間 若是扣得太緊 會讓頭部感到不舒服喔 而戴的太鬆 則發生意外時 安全帽可能會脫落 容易造成頭部的傷害 在車流中 機車或駕駛人的備飾性越高 其安全性也越高 所以建議可選擇高亮度顏色的機車 並穿著鮮明 易於辨識的服裝 像是白色 桃紅色 黃色等 還有 無論在日夜 黃昏 陰雨 騎乘機車都應該開啟頭燈 以便提高其他用路人的注意 再來 提醒大家也要注意自行車喔 因為有些自行車 未依規定裝設前後燈光 只有反光片 因此 機車騎士在行駛時 要特別注意 以免與自行車發生碰撞 而自行車於夜間行駛時 也應該依規定裝設前後燈與響鈴 並穿著反光服裝 以增加騎乘安全 你們知道為什麼要那麼注意 服裝與護具嗎? 因為機車只有前後兩輪 穩定性遠不如汽車 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因素 像是刮風下雨或是路況不良 都可能使機車失去平衡 而發生事故喔 而且 它沒有可以保護駕駛人的堅硬外殼 一旦發生事故 駕駛人可能會因為直接撞擊 而遭受嚴重的傷害 因此 機車駕駛人應該謹慎的駕駛 千萬別讓遺憾發生喔 還要有正確的態度 也就是所謂的駕駛道德 駕駛人除了要守法外 無論在何時 何地 都因本著利他的觀念 注意行車安全與秩序 才是優良駕駛道德應有的表現喔 對啊 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貪快或便利 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 喔 我知道了 就像是轉彎不打方向燈啊 任意變換車道 蛇行啊 還有闖紅燈或超速 以及跨越雙黃線 這些都很瞎 很缺的 對對對 希望你都能夠記住這些 要做一個有正確態度 有Guts的好機車騎士